何必基车下向科教地点有所在咯 以前都在感觉自己的普通中头前讲到 现在中外到的西米洛的 两个主持人有可以拖到头前的讲到 昌华馆委员林庚人就表现咯 感谢两个主持人 免费中厂地就给乡亲来输用 当年由林庚人计划 博物出版的基车下向科教地点 因为原本的厂地 另外有其他用途 因此林庚人计划和何必 梁华主持人计划和何必要提供 相机拖到头前讲到 让大家来思考 我们这个项目 刚才梁华主持人会这么好 这种去看交通也很方便 经常都开放 对对 普通时我们开放可以来自由练习 自由练习 那么我是感觉我们这间寺廟 它不但是一个拜拜的所在 心灵的驾畔 但是我希望梁华主持人 我们建策之后可以配合社会 可以办更多 像这种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七月十日 欢迎大家来这参加 小小孩好 我们联合 可以跟林庚人计划的服务处 报名 欢迎各位 我们也很高兴来这里扣的 都我们一回就过关 充滑馆以外林庚人表示 感谢主持人万一免会就出场地 现场的表参已经会好咯 民众从现在开始 到一趟前往电车 这一趟要跟我们所有的方亲来报告 我们这次的社群口罩 定在七月二九要来科学 七月十日 早上高点 在林庚人计划的服务处 那一趟开始报名 那也感谢我们这次庄罗主持人 提供庄庭来到 阿林服务处来配合 现在呢 以后开始呢 就都会 每次的科学都直接到 进行庄庭 因为进行庄庭 那边要跟高通 有家 拥挤 所以呢 现在 收到的在我们庄罗主持人 庄罗 这个庄庭 在这里 感谢我们庄庭 也希望 我们这次庄庭 记得七月十日 来阿林服务处来报名 也希望我们这次的科学 可以这次就通过 因为这个新庄庭 旁边没站起 但是面向电车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新庄华新闻 李明洪和美 彩虹报道